自來水澆花 哈囉大家好我是Luka 到底能不能用自來水澆花呢? 這個問題眾說紛紛 有些用自來水澆花多年一點事也沒有 但為什麼會有不能澆花的說法呢? 我們都常聽過水質到很壞 對植物的生長有重要的影響 而適合植物所需的水層中性或微酸性 不可使用過霜或過緊的水 再來是水溫 需要室溫或氣溫相似溫度的水 以便澆水之用 至於自來水能否直接澆花的問題 針對時間較長 有人說可以澆 也有人說因水中含有氯氣 對花木有害 因放置一兩天後 待氯氣散發後再澆 但多年來不論是家庭養花 還是專業養花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正確數據證實自來水澆花 會造成花木多少的危害 這個問題還應該透過科學實驗 進一步證實 有實驗證明 自來水在PH6.8到7.80是可以澆花的 但是保險期間還是建議大家 最好能將自來水經過數小時的存放時間 使水中濾氣溫泉散發再使用比較好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點擊下方連結 叫我們的粉絲團 可以跟我們更多的互動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